冷冷 爸爸娶方阿姨 你不介意吧 我当然不介意了 我可喜欢方阿姨了 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 要是小妹妹 那更好了 还是那句话 领不领证 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 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 我干吗要跑 我高兴都来不及 好好好 你们俩的事你们俩自己定 我就不操心了 来 你啊 我们俩单独喝一个 你凑什么让人家单独喝一个 不是 你吃差不多了吧 是不是该写作业了 你们俩喝 我带她写作业 拜拜 对 写作业了 走 好 还记得上大学那会儿 咱们俩啊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班里天天以为我们俩闹掰了 没几天 我们俩又勾肩搭背去喝酒 乌串 这么多年 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恋爱失恋 离家出走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 永远都是你 你现在都要当妈妈了 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你能和老冯在一起 我真的真的很高兴 烦不烦你 才多大就开始生气 要老你自己老啊 我可不配你 晓鸥 慢点喝 我今天高兴 你们俩都不准拦我 你别光喝 你尝尝这个 这是我新学的 试试 为了怎么样 太好吃了 我好多天没有吃 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董大哥 你醉吧 对了 礼物帮我拿给你了 一点心意 乖书 这什么呀 这个股资可贵了 你都不知道 你这回也太破费了 这一套至少得四五千 多少钱 晓鸥 不是 我说你啊 咱这一家人 你弄这干吗呀 这不是破费吗 你能来就是 最好的礼物了 你看你 东西是我去买的 钱是严谨出的 晓鸥 他三头六臂 神通广大 就差赶上孙悟空了 他在外面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你俩说得对 你放心 严谨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 对 正好山上他锐气 叫他平时那么嘚瑟 就是 慢点喝 慢点喝 吃菜呀 你不是说这菜好吃吗 吃这个 我去趟洗手间 我带你去 我什么 我去 说是少喝少喝 对了 对了头儿 今天陈副支队长 找你都聊些什么呀 有证据显示 严谨没有杀孙嘉宇 那 那意思就是 严谨的口供是真的 是吗 那个老黄承认自己撒了话 但是他有指认警队里有内鬼 就是那个内鬼 开枪射杀的孙嘉宇 内鬼 头儿 你说早些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还出来个内鬼呀 不会是老黄他又胡说八道的吧 慢点啊 马哥 你还记得 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那天 要不是你冲进火场救了我吗 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也见不到严谨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这样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那天的火势特别大 你还被掉下来的房梁 砸伤了幼尖 都过去了 你别提了 你再提我都不好意思 那不行 到现在 咬伤都还没好全呢 你别安静啊 我要记一辈子 你听我的就别回了啊 你和妮娅睡 我和乐乐记一宵 方大哥 我没事 你给你回去吧 不让妮娅一辈子 这 赵廷辉的车在哪儿 我让他送我 来 你回去啊 多喝点水 大点休息 赵廷辉 反正我打车你也要跟着我 我就坐你的顺风车 到交二十块钱 微信转给你 慢点啊 那就麻烦你了 放心吧 大家给我消息啊 走 走吧 老冯 我练了好久才画成这样 都是趁你不在家的时候画的 还是手笨 画了三幅就这一幅能看的 你别介意啊 这画得太好了 这画得太好了 你别说了 真像我 太用心了 我喜欢 你真喜欢 当然喜欢 好像我时候骗过你似的 老冯 老冯 我会给你 你再这么想 我会帮你 你一会儿 我会帮你 你一会儿 我爱你 你一会儿 我能帮你 你一会儿 我还可以帮你 你一会儿 我会帮你 那边 我会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至你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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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都定你的 对了 对了 那年你跟老冯 是怎么认识的啊 你刚才没有仔细听啊 工作也太不认真了吧 那为了救你跟你奶奶 有件伤得挺重的吧 嗯 是挺重的 后来消防队的人来了 他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 我还是为了好他救救 才找到他的 停下车 我想吐 没事吧 没事儿 可能有点晕秋 我就去这风就好了 没事儿吧 我去去这风就好了 你去这风就好了 我去吃这风就好了 你去这风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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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上点吧 小心照亮 谢谢啊 这段时间你日夜盯着我 很累吧 身体吃得脏了 我没有问题 我早就习惯了 工作嘛 还是少熬夜 少吃泡面吧 你也少喝点酒吧 等严谨回来了 案子破了 咱们好好地喝一场 那就以你这个身体喝酒量 我们还没上劲 你肯定就救了吧 可不是吗 我记得原来有酒局 都是你替我顶着的 在喝酒这方面我是真不如你 对了 你还记得吗 我跟你第一次见面 你就把我给喝醉了 好 记得呀 你那个时候 穿了一件白色衬衣 和一个牛仔外套 倍儿帅 比你现在帅多 一进KTV包间 就坐在我边上 是啊 刚一坐下 你跟方妮娅 就开始灌过酒 不到半个小时 两瓶红酒 我都晕死了 你俩什么事都没有 还能唱歌呢 说实话 我那天就是听你唱的 我愿意 我才喜欢上你呢 我就记得你那天 唱了一首老歌 叫什么 你的眼睛欺骗了我的心 你的心 是我的心啊 我记得那首歌的副歌 特高特难唱 你那天都唱到破音了 还看口肉的哀嚎 笑死我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 还介意我的眼泪 还介意我的憔悴 还介意我的憔悴 还骗我一切不愉快 都只是个忽悔 对对对 就这个虐自己的条件 明明是这首歌虐好吗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像变了个人似的 不会是发现严谨的踪迹了吧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前几天我在媒体面前说的那些话 没给你惹麻烦吧 没事 反正我的麻烦已经很多了 也不差你这一件 没关系 没办法 谁让你是季晓鸥呢 飞蛾扑火不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方式吗 其实你想一想 人生真的挺短暂的 如果真的爱了 就勇敢地放手去爱吧 那是孔明灯吗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啊 如果见到孔明灯马上许愿 能很快灵验的呀 你也许个愿吧 我有点冷了 咱们回去吧 记得在床头放杯水啊 记得在床头放杯水啊 谢谢你送我回来 晚安 好 我我现在想把整 island頭估 Cent療 function 怎么会给人欺量载子 你回含下握了 你知道请他们锐柰 隆的时候 现在可以找到 appointment 怎么一个人呢 程国志队长 你一会儿能来趟我办公室吗 我可能知道 你要找的内鬼是谁啊 冯卫星受伤的时间 是十月十八号 也就是你们行动的前两年 按照季晓鸥说的 他右肩伤得很重 但是他并没有上报 反而继续参加了行动 如果你们警队里 没有习惯用左手拿枪的警察的话 那他右肩受伤的事就很可疑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了 老峰可是我们队里公认的老好人 两年前因为季晓鸥的原因 我也跟他有接触 说实话 我也不太敢相信这些事情 是他做的 上次我跟你说完那些之后 我又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战雨外 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老赵 愿意再听我唠叨几句吗 你说 尸体袋里的打火机 分尸现场的烟蒂 清洁工捏药的动作 这些看似有利的证据 仔细想想其实都非常不符合 严谨的办事逻辑 杀人 运尸 分尸 抛尸 各个环节做得都天衣无缝 怎么就偏偏犯下这么多低级的错误 而且这些证据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刻意执任严谨的身份 根据老黄和严谨的口供可以明确的是 根据老黄和严谨的口供可以明确的是 老黄亲眼目组了那个内鬼警察 射杀了孙嘉宇 这一点在俩人见面的时候 曾经交流过 老黄答应严谨 帮他端掉小本人集团之后 便说出这个内鬼的真实身份 但是在第二天晚上 老黄就遭人暗杀 很有可能是这个黑衣人 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才决定暗杀他的 假设清洁工和黑衣人 是同一个人的话 那跨年夜当天晚上 他也是要去暗杀严谨的 只不过是错杀了湛羽 无奈之下才决定嫁祸给严谨 但是有一点啊 那个黑衣人必须有机会偷听到 老黄跟严谨的对话 不然一切都是功弹 当然 不是 如果凶手真的是冯卫星的话 但是跨年夜当晚 他又有不在场的证明 冯卫星究竟是不是内鬼 肯定还需要进一步地核实 咱们都别轻易下结论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努力配合 结果也许真的就是另外一番天天 你 我不要做检查 我不要 我不要检查 我已经好了 我没病 从检验报告的结果来看 冯乐乐的白血病确实复发了 不可能呀 这么些年 我们当宝贝养照顾他 他 他一次都没感冒 他怎么可能复发呢 大夫 胜你们弄错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白血病在五年之内 有极高的复发率 这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医生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肺血病复发后 治疗的难度会更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要彻底治愈 还是要尽快地骨髓移植 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吧 我今天就联系骨髓库 我今天就要来 我这个人 我今天都没有了 和你一眼 这就是不应该 不应该这些人 你不应该呀 你为什么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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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开门 杨茜茜 杨茜茜 我疼啊 来了 爸 怎么了 没等了 喝口水 老冯 老冯 你要是心里难受 你就说出来 哭出来 你千万别憋在心里行吗 不就是找骨髓吗 国内没有 咱们可以去国外找啊 肯定能找得合适的 即便能找到骨髓 那手术费呢 那一大笔钱呢 你不用担心钱 实在不行 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 不行 不能用你的钱 我自己想办法 老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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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冯 老冯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你想想我乐了 还要肚子里的孩子 老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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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你这偷偷摸摸看什么呢 你今天一天啥都没干 就光盯着这笔记本了 今天晚上你盯着吧 我出去偷偷记 盯紧了 我去那里 我去那里 你去那的时候 我去那里 你去那里 我去那里 养在这儿 你去那里 第一 我去那里 你去那里 我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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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 还知道我是你老大呀 你慢点吃啊 你说这个时候能来一把二十板的旁边 那该多好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知不知道你这么一跑 天气黄河都洗不清了 晓鸥怎么样了 赵廷辉一直盯着呢 没事 是 说说吧 为什么要逃跑啊 为了活命 赵廷辉找到了所谓我杀害湛羽最新的证据 恩死就是我了 我不跑我干吗 那你到底杀没杀湛羽 你是不是信不过我 还是咱哥俩感情变质过亲了 你要是真认定 是我杀了二次跟湛羽 现在把我给逮了 死在你手里 说好我死在赵廷辉手里 来 行 行了啊 我就一句话你搞道好 十句话等着我 人家赵廷辉抓你也是依法办事 你既然没杀人就不应该跑 你这么一跑 想解释也解释不清了 解释什么呀 跟他解释有什么用啊 赵廷辉这个人死呢 我今天只认证据 我只有把证据拍在他脸前 他还是知道自己错了 听你这意思 是找到现况了 想听吗 说说 说到是可以 就怕你不信 其实我自己都不信 少卖关子 赶紧说 简单说 刘伟是我曾经最怀疑的人 但他已经死 这些天我仔细梳理了 所有的线索 有一个细节 是我意外地发现 清洁工的鞋底 有一点黄色的油漆痕迹 不放大仔细看 根本无法看到 而我跟老黄见面的 建筑工地里 也有一片区域 撒有同样的黄色油漆 并且旁边有一串 月牙型的脚印 我想这不是一个小活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个清洁工 曾经到过我和老黄 见面的地方 偷听到我们俩的谈话 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我灭口 只有一个可能 他就是老黄口中的内鬼警察 他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信心 想要杀我 但在杀我的过程中误杀了湛羽 为了达到最终除掉我的目的 转而嫁活给我 你怀疑谁 冯卫星 因为只有他 同时与这两个案子有关联 而且有个重要的信息 让我觉得是他 就是那一天老黄给我打电话 约我见面时 冯卫星正好在我家 你什么时候开始战那玩意儿的 你怎么做对得起 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 干嘛 给我去接头所 走 我不去 喂 严老板 还记得我吗 我想跟你见个面 地址我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好 一会儿去 我和老黄的对话 被突然发出的声响打断了 我当时追过去 只看到了附近的野猫 也就没有多想 结果当时 我注意到了地上的环游气息 但这在工厂里很常见 我也就忽略了这个细节 对不起 现在回想起那个声响 应该就是有人偷听淘宝后 不小心发出来 而且在见完面以后 我回家的路上 发现他会跟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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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干吗一直跟着我 我刚才看你在家那会儿鬼鬼祟祟的 我就是担心你 我又怕你去碰那些要你命的东西 好 严谨 如果你还把我当大哥的话 你给我笑个点 这半年来你昏昏噩噩都忙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你把小鹏伤得有多深啊 都在乎了可 这些还重要吗 你也不要跟着我 严谨 对了 冯未兴跟着我 与小鹏人泛毒案无关 所以我也就没提 但现在想一想 这其中有很大的生气 我就说你肯定不信吧 出来吧 好久不见呀 严老板 严重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急什么 我带赵副这对人让来 自然有我的道理 其实你的分析 跟我们的调查不谋而合 但是我们一直缺乏证据 证明风味已经偷听了 你和老黄的对话 现在你发现的 清洁工歇计的黄色油漆 已经使整个逻辑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话 逻辑是通了 但我们还缺少 某些关键的证据 是吧 邓警官 他干了那么多事 总会有疏漏的地方 咱们还怕找不到证据 你可不要想笑冯卫星啊 你记不记得我说过 冯卫星这个人 心思缜密程度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去过他们家 想要找到他坐外时 穿的那双黑色运动鞋 但我没有找到 应该已经被他处理掉了 你去冯卫星家了 是 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放心吧 我手脚比较利索 他应该没有发现 我说的是这意思吗 那你什么意思 我也是被冤枉的好不好 我是迫不得已 去找线索的 我又没偷东西 那你就能用这种方法吗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你能申请到搜查证吗 没有搜查证 不管是你还是老程 也没有理由去搜他们家呀 行了 行了 事已至此 咱们还是想想 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如果冯卫星 真的是那个 左手开枪的警察内鬼 那他为什么要跟 邓坤这个毒贩勾结呢 这是咱们要调查的第一步 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 咱们就等于抓住了 他跟毒贩勾结的 有利证据了 这一句话算是说到点儿了 既然咱们已经达成了 初步统一战线 那如果要守言和吧 就算是说到一句话算是说一句话 就算是说一句话算是说一句话狗了 这句话算是说一句话算是说一句話多谢 我 虽然现在案情 能够新的变化 但那找到证据之前 你依然是湛羽 分尸案的第一嫌疑 我必须抓你